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秋晴 先带你掌握今天的重点 真的是让大家很昏倒的情况 禽流感 疫情大爆发 云家南平四个县市养殖场 统统沦陷 从机制到鸭鹅统统异常大暴毙 诺慧已经证实了 嘉义大龄鹅场剪出了H5N8 这是台湾首例 待会六点钟要进行大扑杀 怀疑这是猴鸟传播的 再看好烂的摊检 柯P在打脸 适当于选走村 竟然12天烧了26亿 竟然用完就要拆 柯P非常有意见 还说他想到就很火大 那么也知道大巨蛋签数盖地下道 只是为了这个世大狱的进退场 柯P今天说了 考虑封路数不签了 好来看就是在太嚣张了 这个小屁孩呢 纠种到加油站来寻仇 一看到被害人就打 还拿这个三角追猛杂 影片po出来之后 网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愤慨 不过这个小屁孩被抓的时候 还委屈地呛说 谁叫他亏我女友呢 实在太随谱了 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宛如警匪 这个追逐站呢 真实是在这个台湾的树林街头上演 我们带你看到是在昨天晚上10点多 警方是在树林街头 本来看到了一台汽车 行机很可疑上前盘查 没想到这个两个人都提供警方假资料 警方本来准备把他们带回审问的时候 嫌犯兴训想逃 竟然就开始加速地冲撞 警方沿路不停地追气 来看到这位警察真的很勇敢 他是新北市保安大队的副中队长黄耀毅 他不顾危险 就这样跳进嫌犯的车子里头 关上车门 一路呢 这个嫌犯还踹他 这这样子 差不多冲撞了八台车之后 顺利地把两名嫌犯逮捕了 远警匆匆跑上车 准备开车追捕冲撞零检点的车辆 并且透过无线电呼叫 小赵车就这样冲进旗楼动弹不得 时间回到事发前十分钟 起因于这部车辆行机可疑 遭到盘查 副驾驶座的女嫌犯拿出照片模糊的 健保卡谎报身份 还推说自己装前装后差很大 甚至还 硬掰的理由就连远警也听不下去 眼看远警坚持要将他们带回对上盘查 两名嫌犯竟然加速冲撞 现场带队官奋不顾身攀爬 在副驾驶座企图阻止还被女嫌犯出脚猛踹 沿路上冲撞八辆汽机车 直到车辆冲撞骑楼才将两人上告逮捕 两个人坐在地上 男子还抱抱女嫌犯给予安慰 警方查出两人都是毒品通气犯 还在市场找出毒品 吸食器 以及三万多元的账款 原赃据获之下被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 以送罢办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次突然窜进了这个副驾驶座 不过不是这个非常神勇的远警 而是一名这个抢匪 还是一名才刚刚假设不到半年的男子 他不思悔改 竟然还是专门锁定女驾驶来犯案 就趁被害人刚刚上车 车窗没有关 还没有防备之心 或者是起步之前 中控锁还没有自动上锁的机会 竟然就直接伸手 或者是打开车门行抢 每一次犯案都会变装好几次 戴然色安全帽的骑士 快速骑车落跑 接着巷口这一台货车突然晃了一下 不久一名女子慌张大叫 说她的包包被抢了 她才刚上车 男子就突然从副驾驶座闯进 瞬间抢走包包 犯案过程相当快速 跟她诉说 她现在提包被抢了 抑或完成之后 上车 车就这样发动的当下 马上她就司机 从驾驶座旁的乘客座 将我们该名女子的包包 与与窃走 遭人抢夺女驾驶惊失措 才不小心追撞前面这一台货车 而警方透过这段行车记录器 画面发现 嫌犯非常狡猾 因为她每犯一件案子 就变装好几次 拆了车牌又犯案 而下手目标 全都是找落单的女驾驶 女子上车之后 车辆发动 上位起步前 那中控所上位上锁 那因为女孩子 多半会将她们的皮包物件 放置于驾驶座旁的乘客座 警方分析好几个监视器画面之后 追查到叶姓主贤 去年7月他才刚假释出狱 38岁的他原警找上门时 搜到了好几个被害女子的包包 而嫌犯的父亲也在旁边喊话 不断责备儿子 他最后才坦诚犯下三起抢案 以及三起窃盗案 让父亲好心痛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好 现在吃晚餐的时间 要提醒大家 今天吃的一定要通通是全熟的 因为国内出现了第一次 这个H5N8禽流感的病毒 那我们会在下午已经证实了 送检的24家禽类养殖场当中 加意大林的养殖场确定 验出了H5N8病毒 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生的案例 那么云林呢 则是验出了新型的H5N2的病毒 等于一次就验出了两种新病毒 那么这些养殖场都要面临被扑杀的命运了 那么大家最担心的会不会情传人呢 一旦病毒变异的话是有可能的 目前疾管署是针对了防疫人员 展开了血清流行病学的调查 要求大家先自主健康管理试天 当中呢市场有确认它是新型的H5N2 另外一个也是新的状况 就是台湾还没有发现过的H5N8 农委会11号下午证实出现两种新型禽流感病毒 加意种额场跟验出H5N8病毒是台湾首次出现 截至10号全台四个县市都传出 额压大量死亡和产弹率下降 除了屏东养额数量全台之冠的云林县 就死了1万2千只额 加意有上万只额病死 10号又新增了台南一家养额场 这次禽流感死亡率最高达到9成 共有24家养殖场爆发疫情送检 现在验出H5N8病毒到底是如何传到台湾 是新的病毒在过去台湾是没有检出过的 那这个部分所以都有可能是由我们的候鸟 带来的或者是野鸟带来的 所以这里面防疫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我们水禽场的 这个围网防鸟的设施 目前新型禽流感病毒 国际上还没有传染给人的案例 不过什么时候会变异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爆发流行 民众最好远离禽鸟避免接触 不要自行宰杀 来路不明的禽鸟肉品也千万不要购买 另外禽流感病毒不耐热 禽肉或蛋一定要煮熟再吃 60度以上加热至少30分钟 就可以将病毒杀死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现在大家又是文鸡鸭鹅色变 特别这一次鹅是第一次感染上了 H5N8的禽流感 台湾首例 台湾有一半的种鹅都是在嘉义地区 那么这个业者的养殖场 暴毙的死亡率已经是高达70%了 接下来预定要铺伤的数量 还有1567只的种鹅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交给记者小琪来报道 小琪请说 好 那么相继屏东大武山的牧场机制 爆发了这个感染H5N2的疫情之后 那么在云林屏东呢 其实这两天来已经有15家的禽场 爆发压有一场死亡 甚至呢产弹率是下降的情况 那么在农委会主委城堡级的证实之下 确认感染了台湾首例的H5N8高病原的疫情 那么死亡率不断暴增的情况之下 那么就在今天晚间6点钟左右 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这一家就是嘉义县大林镇 交流到附近的一个养额场 那么确认感染疫情 已经死亡了3000多只 那么目前场区里头 还有一千多只的鹅 就在6点钟要进行扑杀 那么同时在嘉义其他养额场的部分 由于目前报告尚未出炉 所以目前是暂时不会来进行扑杀 那么事实上从下午开始呢 这个农业处的人员 就全副武装在种额场的外头 来进行消毒拉封锁线 那么6点钟就准时进行扑杀的动作 要防止疫情再扩大 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好谢谢小琴 我们现在看到在嘉义大林这边的养殖场 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呢 因为这里正是台湾种额的重镇 有一半的这个种额都是在这里所养殖的 那么待会要扑杀是1567只的种额 如此就可以全面防止这个病毒再扩散 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了 好另外来看到是 大家现在很紧张的就是H5N8 情流感事实上是在全世界都大流行 这跟过去我们台湾差不多出现都是H5N2 而且只对机制传染的病情完全不一样 这一回这个最新的H5N8 它对所有的水禽类包括了积压额 通通都有杀伤力 那么去年像是日本 韩国 德国 荷兰 英国 美国 都接连爆发了疫情 所以各国都是大量在扑杀这些积压额 那么国内现在的人心也是黄黄 那么接下来更担心的是 冠疫病毒突变 还有可能会发生擒船员的机会 后果会不堪设想 H1N8起流感去年11月席卷 德国接着传染英国 荷兰甚至意大利 大量机制压制鹅群 遭到防疫人员扑杀 试图控制疫情 但依旧重创欧洲加勤业 而其实这项病毒从2013年底就在中国开始传染 传染途径可能靠着候鸟 或是来往中国的人群当媒介 让家禽大量死亡 产带量下降 这些都是目前和台湾家禽厂出现的特征吻合 让专家担心H5N8碰上台湾原先有的H5N2 恐怕病种交叉 容易产生基因上的蓄力改变 后果不堪设想 台湾出现的机率很高 因为台湾有的H5N2是只有感染机 但是现在发现的我们的水禽 跟有产弹力下降 还有死亡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东西就表示说是有不同的病毒来感染我们的群内 德国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一个基因的分析 也认为这个H5N8是一种不同的一个病毒 是非常感染人的机率很高 这次H5N8病种由H11N9配上H4N2 以及原本的H5N8三个病种突变而成 新形态的H5N8真的染上 所有家情都要扑杀 免得病种再变 恐怕出现情传人的状况 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林毅杰讲的是台北报道 好 疫情最新消息我们随时会再为您做插播了 那么另外来看到是这个政治焦点 这是好烂的摊子 柯P今天是继续打脸 他今天继续嗡嗡嗡嗡 那么是飞到了林口市大运选手村来视察 一听到这个数字 柯P真的火了 选手村呢 12天花了26亿 那么用完之后 没有交接的方案 也就是说要拆掉 让精打细算的柯P喜欢 你先上车 不用了 不要走 市场选手村柯文哲来不及搭车 直接下车快步走 带着市长市主任蔡碧如 5分钟走到下个点 不时摸摸下巴 骚骚头 心里有了底 一回到简报室 拿起红外线笔 P头就针对经费大有意见 为了在比赛进行当中 那12天 要用掉的26亿 这个我们在里面就相当激烈讨论 那之后呢 这些东西要如何折就要如何移转 那今天都没有 在过去都没有很清楚的讨论 钱没花在刀口上 柯文哲当然动怒 尤其选手村在办完事大运后 直接交接给新北市府当国宅使用 柯文哲还要找营建署 坐下来谈后续交接 要一个选手用的餐厅 结果那餐厅是 盖完以后 12天结束要拆掉 我一听就火大 我说哪有这种设计的 会跟营建署还有新北市 要开个联系会议 关于在这个 为了这比赛 我们所有装的这些冷气 床 甚至一些设施 结束后 到底是要如何移交给将来的管理单位 柯文哲的愤怒直言 却让网民大大赞赏 也有网民直接批评 市大运选手村前市长郝龙斌 等于借用国宅基金帮忙 整个市大运总共花了300多亿元 却只能创造100亿元收益 其实国外大行运动赛事 选手村也不一定能够全部保全 现在台北市希望能够尊杰使用 如何两全其美 相关局处恐怕还得伤脑筋 记者综合报道 好来看柯P的霹雳 星辰今天又多了这么一桩 还记得吗 去年很多人都睡在这个树的旁边 要保护这些大树 这就是在好市长任内为了这个市大运 说要拓宽道路还有疏散人群 所以要把大巨蛋旁边这一排树 统统挖掉 那么当时护树团体 是经过了八个月的长期抗争 没想到今天柯P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不是都解决了呢 柯P说地下道可以不盖 所以树也不必再迁了 八个月以来 护树团体多次激烈抗争 仅仅抱住大树就怕市府为了市大运 挖走路树 没想到柯文哲一句话解决问题 大巨蛋地下道不要了 能够不迁树就不要迁树 能够不要盖地下道就不要盖 这个也是减少一些跟互数团体的增值 那长期要怎么整个大巨蛋 怎么交通怎么疏散 我还是要求交通局 还是要一个详细的规划 相效于先前市政府强硬态度 现在柯市长下令 钟孝东的后面这一整排路树 统统都要保留 原来2017年 世大运要盖地下通道 方便疏散人群 根据开挖区域看来 钟孝东路四段 靠近国父纪内馆 一整排19棵路树 以及两侧的18棵树 总共37棵 本来统统都要挖出 很感谢柯区域新镇在这个互树生态的这个部分 有崇散如流 有跟我们树党还有公民团体的意见是一致的 正在凸显一个大家对树的一个尊重 一个对环保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希望多留下一棵是一棵 不过地下通道涉及合约问题 大巨蛋筹备处也表示 地下道早在民国80年就已经预留 状况又和钟孝系路公车专用道一样 坐而不用 但这种长期空置的设计 遇到柯文哲 恐怕都得通通喊咖 记者王家杰 戴祥宜 台北报道 这个庆典要喊咖了 没想到开心放烟火竟然变成火井 这是台中的一间四面佛 今天中午举办了开幕庆典 释放大串的鞭炮跟烟火来庆贺 但是没有想到烟火冲到不该冲到的 九楼住户的阳台 烧到衣服酿成火井 结果业者开幕第一天就被韩总罚办 地上一大串的烟火陆续释放 传出巨大声响 连路旁的轿车都被震动的发出警报声 民众拍下画面 一楼的四面佛佛坛庆祝开幕 却不顾居民安全 烟火鞭炮放个不停 楼上就是大楼住宅 果然没多久的时间 火苗窜出 楼上九楼浓烟密布 烟火飞到阳台上烧到衣服 或是越烧越旺 连洗衣机都惨遭烧毁 大楼住户吓得赶紧夺门而出 消防队到场 由于起火点在九楼 出动云梯车洒水灌旧 幸好火势很快扑灭 而这间四面佛对面是加油站 民众觉得好危险 但消防队表示 释放地点不在加油站 加上液着放的属于一般烟火 并非超过75公尺的高空烟火 无法可罚 不过放烟火 酿成火警 可请警方 依照公共危险罪寒送 记者 张一志占介 台中报道 好 新年好照头 真的要多点耐心 才能够一切顺利 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行天宫 今天开放发春脸 那么第一天 涌进了上千名的信众 这里的秩序还蛮良好的 好 但是来看看 另外这个现场 就不怎么光明了 大家在这明明排队 要点的是光明灯 但是一片混乱 很多人在插队 一度爆发了推挤扣脚冲突 来 小心 小心 不要挤哦 开放领号码牌第一天 龙山寺外早就排满人潮 一开始还算守秩序 没想到最后还是出状况 不满被插队 排队的民众爆发口角 混乱之中 1300张的号码牌 一下全被领光 其中这名爸爸为了生病的儿子 早在12月19号就来排队 连续两年抢得头香 很高兴啊 终于完结了新宴啊 就赶快帮家里的人点一下 钥匙灯啊 光明灯啊 这些啊 同样大排长龙的场景 也出现在行天宫 不少信众起了大早 就来排队等着领春莲 排了一小时 一小时哦 我九点排啊 不九点就排了 排一小时啊 你怎么还排第二天 你怎么还带 多一分两尾的啊 人都很多啦 每年都 不过排队秩序也还好 还好啦 这反正大家都是自律嘛 将较龙三四混乱秩序 行天宫的排队情况 明显平和许多 看来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祈求来年顺利 求神佛保佑 心平契合最重要 记者林中勋 梁红志 郭中瑞 财宝报导 好 不过来看看 在这样的情境里头 心平契合真的就有点困难了 这是大陆出名的实际节目 爸爸去哪儿 这一次场景 拉到了丛林里头 在非常严苛的环境之下 必须要自给自足 来看看这些明星父子父女党 在野外的真情互动 有洋葱哦 哭着逃爆爆 大陆实际节目 爸爸去哪儿 场景拉到了野生丛林 来个亲子互动大考验 爸爸 迷你路上爱撒着的Grace 緊緊抱着曹格 儿子就要被雷声给吓到 也哭着要爸爸 小妹俩吵架也得马上和好 父女间血浓于水 声声呼唤爸爸加油 路易一鼓作气七公尺高的悬崖往下跳 牵着宝贝儿子的手 吴振宇心疼儿子费慢的心情不言而喻 孩子和爸爸的温情互动再度炒热收尸 国际中心声音笔 好来看看蓝振龙是不是要当爸了呢 他去年结婚 那么是跟周又廷在去年五月份登记 最近呢出席了活动的时候 两个人甜蜜蜜也被发现 他是带着老婆现身在妇产科 所以传出周又廷疑似有孕了 别人媒体求证呢 那么传出蓝振龙已经证实 周又廷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目前呢周又廷是在停工休息养胎中 baby的性别还不知道 不过蓝振龙是不是太兴奋了 他竟然透露说产检的时候 他看到超音波里头的小孩 长得很像蓝振龙 那夫妻俩第一次看到超音波时 感动到哭了 大家就觉得很纳闷了 怀孕三个月就知道 长得很像蓝振龙 网友欲为好神的超音波啊 来看这也好闪哦 这是收视率最近创新高的 韩剧皮诺秋 普姓慧跟李忠硕呢 在戏里头的这一幕 成为粉丝热烈讨论的话题 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情侣打气法叫做手掌吻 大家就在问了 为什么看起来互动会这么亲密呢 难不成假戏真错 去年因为韩剧继承者们爆红的普姓慧 这次在韩剧皮诺秋中 视野卖命的新闻记者 还跟演员李忠硕 谱出甜蜜恋曲 两人频频在剧中放闪 最新一集还上演浓情蜜意的手掌吻 让许多网友看得心跳加速直呼 好幸福 李忠硕默默陪在普姓慧身边 支持他回到记者工作岗位 还上演专属两人的情侣打气法手掌吻 这段甜蜜画面创下18.25的高收视 勇夺同时段收视率冠军 而两人在剧中互动频繁 传出他们假戏真做暧昧ing 不只在片场时常亲密自拍 还毫不避讳地上传到网路 两人对戏时 普姓慧一看到李忠硕认真的表情 马上ng笑场 从他们的互动中也看得出来 两人交情真的很好 许多平诺秋的忠实粉丝 听到两人传出绯闻 也举双手投票赞成 只说他们如果真的在一起 就皆大欢喜了 国际中心奥尔编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等你来看社会焦点 真的是鬼门关前走一回 地点是在台中大甲 这一名骑士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 就让连人带车摔在地上 就差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他的头就要被碾爆 行车记录器拍下 机车骑士快速过弯 悲剧差点发生了 目击者看得尖叫 幸好男骑士还能站起来 起身走了几步 才回过神来 突然腿软弯腰喘气 再看一次 他死神擦身而过 失控打滑瞬间 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翻滚一圈 不到一秒的时间 差点被轿车碾过头部 相当惊险 幸好对象轿车驾驶反应够快 立刻往右闪 不然骑士就成了轮下亡魂 施发在大甲这条振兴路 将近90度的大转弯 居民表示经常发生车祸 骑士鬼门关前走一遭 时候擦伤送衣 而网友看了画面 大骂骑士太不应该 过弯速度太快 不仅危害自己性命 也差点让汽车驾驶 背上过失致死的罪名 记得杨阳几站界台中报道 真的来看 真的不要再算了 刚才看到这名男子是命当 那么这名男子是说 他实在是命运有够坎坷的 这一名25岁的男子 跟朋友到夜市玩射飞镖 竟然突然就被青少年 持棍棒跟开山刀追砍 他已经跑到了一家电台的 这个店家的柜台底下 但是还是被打到脱破血流 那么被砍的男子直说 他真的是有够衰 那为什么他会跑到这儿呢 因为他辞掉工作 算命的跟他讲说 你应该到外地走走 结果走到这儿 就无端被打了 救护车抵达现场 穿白色外套的男子 蹲在地上全身是血 消防队紧急帮他包扎之后 把他扶上救护车 只见男子脸色发白 因为头顶被人拿开山刀砍伤 回到事发现场 就是花莲的彩虹夜市 受飞镖的汤位奖品掉满地 现场血迹斑斑 当时三男一女在这里玩游戏 却突然遭到十多名青少年 持刀蟹攻击 前面是四个游客 三男一女 那一个受伤严重 两个被人家用开山刀追着跑 被追砍游客跳进柜台底下躲藏 还是被拉出来 打得头破血流 警方获报到场 打人的扼煞一哄而散 玩黑镖的时候 那有瞄到年轻人 瞄到这个路过的年轻人 这个路过年轻人 可能说了这个 看什么 这个字眼 那过不久 结果这年轻人就带了五六个人 就来 就是叫我们出来透透气 因为算命的说 叫我们出来放松心情走一走而已 想象你在射飞镖 忽然有人冲过来打你 就是这样而已 台中这一名25岁的正姓男子 辞掉工作运气差 听算命的到外地走走 于是跟朋友 从台中开车到花莲旅游 却无端在观光夜市被砍进医院 虽然只是皮肉伤送衣缝合 但想必心里头肯定决定 不再相信算命师说的话了 记者红本翘 花莲报道 可能因为这个真实的世界 让大家真的觉得很无奈无助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这个疗愈戏的卡通 自我好好疗愈一下 这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去年底上映的新动画片 大英雄天团 里面的灵魂人物就是他这个杯面 因为他长得呆呆很萌 那么戏里头又非常坚持 一定要保护病人 所以打动了不少观众的心 成为全台湾2015第一周的票房冠军 一个白色的大个子 他叫做杯面 是动画片大英雄天团里的卡通人物 小小的头上只有两个黑眼睛 看上去呆呆的模样 可是超受到观众们喜爱 他的造型很胖 然后很疗愈的很可爱 就感觉杯面很可爱 有心灵的疗愈 在电影中灵魂人物杯面 全心全意照顾病人的坚持 还有他那天然呆萌的演出 打动不少观众的心 现在已经成为新一代的疗愈系英雄 上映首周全台票房就冲破5900万 甚至还超越了同制作团队的经典作品 冰雪奇缘 2013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 在全球掀起热潮 而当年爆红的玩具总动员3 也是超火的动画片 但这回全都被超模的杯面给打败了 让这部大英雄天团 荣登全台影史动画片票房第二名 还一举夺下2015年首周全台票房冠军 成为最受欢迎的动画英雄 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很多人家里都买了一堆的Elsa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一样是动画片的周边商品 非常夯 一块来看看 您会心动把杯面带回家吗 这是东北 没关系 电影擅长年轻人 小朋友急急急 碗头钻洞就是要挤到最前面 看杯面 塗画纸 铅笔盒 小朋友叽叽呱呱 要爸妈掏荷包 电影主角杯面胖胖的 很疗愈 看起来蛮好吃的 看起来很好吃 因为胖胖的 对 所以你刚刚最喜欢那个公仔 有点像馒头很好吃啊 周边商品推出小两一天 单柜营业额破5万 尤其这款小夜灯 插上行动电源就会亮 遥控器还能控制闪烁度 就像杯面在呼吸 有效助眠 吸引年轻族群下手 另外发热的眼罩 戴上眼睛 热服按摩 超受女性欢迎 我比较功能性取向 就觉得说 它本身是一个可以温热的眼罩 行动电源也要杯面 劈劈推开杯面变身USB 穿上钢弹盔甲装 疗愈杯面变身战斗杯面 光是这一支 有钱想买也买不到 其实有些关于3C的 像行动电源啊 USB之类的 一个还蛮大自于公仔 那个话就是 在开卖的前几天就已经缺货 然后现在目前都已经 还叫不到货 来到展场也一样 主题区 大家抢着和杯面拍照 甚至学起杯面嘟嘴 商品区杯面娃 手插进去 变成暖暖小抱枕 小女生抓一支 有妈妈赶快买单 因为我看电影 觉得很可爱 然后它是什么 它可以抱手 不再给它 对啊 就暖手的 香港已经上瘾了 所以我就买给他们了 他们要求需要 因为香港已经卖完了 就没有了 刚才也来抢杯面 看来杯面超萌 天然呆的造型 爆发力真的无上限 记得林玉杰讲一次 特别报道 好 要跟刚刚那个小朋友说 杯面不能吃 这个要吃的话吃拉面 台湾的拉面市场竞争 非常的激烈 业者现在推出了新的武器 有人祭出了 武士刀拉面 烘烤350克的猪五花 搭配拉面 一出场就霸气十足 那么有人是推小狗短袜 拉面跟这个丼饭双拼 吃的超饱 200块又涨 走进店里 白满武士刀装饰 画报 浓浓和风 还有着乌皮香气 五花肉块放在铁网上 烤得滋滋作响 逼出油脂 放在煮好的拉面旁边 一出场就霸气十足 蒸过大约两个半小时 那再进行我们的特制 密制的酱油 去做浸泡 也约两个小时 那在现场作业的话 也是经过乳过之后 才会再进行烤的部分 特选温体猪五花 先蒸再烤 做工繁复 肉块厚实 像极日本武士刀 所以取名一本 他的肉呢 竟然是比我的手臂还要粗哦 而他一天呢 限量是20碗 晚来就吃不到了 用餐时间 小店挤满人潮大口 吃肉喝汤 武士 潇洒精神 贯彻在这碗拉面里 还有这一家也是标榜 一定让你吃到饱 一边是丼饭 一边是拉面 两个愿望 一次满足 只要200块油找 更重要的是 有故乡的味道 对 日本的店铺 吃的感觉 跟同样的味道 这种味道 是清兵的 猪排饭跟拉面 都是属于日本的 所谓平民美食 那我们希望能够一次提供 给客人这样的一个服务 价格实惠 道具不马虎 双拼饭碗 用的是日本天木砂 兼具保温美观 业者不时推陈初心 在竞争激烈的拉面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 接着张士的苏丁荣 台北报道 好 柯P新闻 我们天天都在看了 这个也证实 两个人会合照 不代表两个人真的很熟 柯P的铁碗作风 大家都印象深刻了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却传出来 有人酒驾碰上领检 竟然就秀出了 他跟柯P的握手合照 希望远景放他一马 那么柯P之前不是才说 他严禁官说吗 一块来看看柯P的反应 陈官 大发死杯犯我一马吧 你知道吗 我跟柯市长是好朋友 你看 酒驾玉领检 有请柯市长来解围 这有用吗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一名诚信男子 因为酒驾遭警方拦下 男子立刻秀出 和柯文哲握手合照 表示必死很熟 要求远景放他一马 但原刑认为 市长才宣示杜绝官说 怎么可能 坚持依法办理 听看警察市长排无效 男子立刻打电话 请两名议员帮忙 但等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却是单某人 只得乖乖受罚 我照片我真的没看到 但是消息是从哪边来的 可能我要做一个查证 消息不光 获得警方证实 却一方面出示单网 收证的画面澄清 拿出合照一事 纯属夸大 应该再加开他一张 这个叫什么 加开什么 应该给他采用 那个最高法额 那我期待 如果说柯文哲可以的话 把SOP拟定出来 规范拟定出来 我想透明化 公开的参与 我觉得 这个也许对台北市 以后的问证品质的提升 也是有帮助 但柯P提万作崩 似乎一让基层远景 直发起来 更没有牵挂 假日来到台北101 陆克一团接一团 尽管广场上 早被各式旗帜 团体给占据 但肃杀七分钟 却又维持一股和平 一来 除了现场 已经加派了警令 二来恐怕 也是少了 关说压力 因为有市民 怀疑有人被打 传出新闻警方 受到关说施压 才造成失控 场景发生 看来 柯P的提款作风 就算不是人人 都能认同 却也得 慢慢习惯接受 这是一番言禁语 台北报道 好 再来看到的是 人物焦点 艺人房祖民 他获得减刑 即将在2月14号过世 那么港媒爆料说 让他重获自由的 关键之一 其实是他写了一封 给妈妈 林凤娇的 道歉长信 三页的内容 他自白身为龙子 对未来前途忙忙 那么成龙太忙了 让他从小就缺乏父爱 物娇损有吸毒 也承诺不会再让妈妈伤心 那么据了解 这封忏悔信 连玉方管理人员看了 也觉得非常同情他 我看了法 所以必须要受到惩罚 我没有什么 要併护自己的 法庭上字字句句 忏悔罪过 打动北京官方的 还不只是这段出庭自白 港媒爆料 房祖民在拘留期间 曾经写下了 长达三页 给妈妈林凤娇的道歉信 让玉方管理人员 深深被感动 房祖民也在信中 提到自己出生于名人之家 虽然自幼生活无忧 但就有无形压力 房祖民信件提到 身为龙子 却对未来感到彷徨 父亲成龙忙于工作 让他缺乏父爱 物交损友 也借毒品逃避现实 他向母亲认错 也承诺不再任性 要改过自新 我的房间在左边 我妈的房间在中间 真的很想要见那个女生 要跟他约会 在中午已经把整套衣服 摆在 摆在一个车上 让一手把自己 带到了林凤娇 担心受怕 房祖民说自己 真的很不孝 信件送出前 经过审阅人士查验 认同他有回忆 再加上当庭认罪 才能够获得减刑 可爱的媒体朋友 谢谢你们支持房祖民 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儿子 母亲的担心与牵挂 终于能在下个月14号 夕阳情人节当天 见到宝贝儿子房祖民 传出在拘役期间 林凤娇情绪一度崩溃 如今这封给妈妈的道歉信 成为重获自由的契机 是精心安排 还是成语动人 也只有主角房祖民自己 才知道 记得罗俊民回家珍 最后报道 如此的难兄难弟 指的另外一位 当然也是惹麻烦的柯震东 那么柯震东一样有忏悔过 也承诺过 现在状况如何呢 他竟然被拍到 跟非文女朋友李玉芬到酒吧 不但是公开抽烟 还很快乐地喝酒聊天 那么大家就回想起 他不是之前在重获自由之后 挂包紧说 他一定会专心读书 少跑夜店 这算不算是打破誓言呢 经纪人今天强调 柯震东当时没有跟一群人 一边喝酒一边跳舞 所以不算到夜店去玩 这样的说法 您能够接受吗 我很幸运 有点幸福 北京苦苦道歉 我很难过 我也很抱歉 台北垂头丧气 百变柯震东又有新形象 这边连圈打破小跑夜店 训练语有人在酒吧聚会 合开了匕首画脚还公开哈烟 身旁坐的正是之前 传出绯闻的宅男女神李玉芬 比对当时因为胡马招待公开道歉 她哭得眼泪鼻涕狼狈样 四个多月过去让人不得不惊叹 柯震东你真的是恢复神速啊 真的比较少的工作量 然后要回就是想回学校上课啊 然后做多上一点课吧 想要比较让自己心情沉淀一点 去年底不是才说过 新年新希望要专心读书 好好沉淀 怎么会跑到夜店呢 而且让飞吻女友李玉芬 坐在一旁猛吸二手烟 就怕再度失去粉丝支持 柯震东经纪人澄清 只是一群朋友相约开餐厅 也没有到是一群人 喝酒跳舞这类的夜店 不过看看他一脸春风得意 对比镜头前曾经声泪俱下 真的诚心悔改 没有打破誓言吗 恐怕又让外界在柯震东头上 打上一个大问号 这首都就明洪家珍 他唱不到 好 做错事重点就是 有没有悔改之心 我们来看看这群小朋友 真的要叫他们小屁排 竟然为了这个女朋友 针锋吃醋呢 那么这一名男子呢 他就纠种到这个加油站来打人 那么之后被带回警察 去征讯的时候 他竟然还毫无回忆地说 谁叫他要亏我的女朋友呢 6号的营程三点多 戴口罩两名男子 把加油站员工刘新男子 拉出收银柜台 接着一阵猛打 连旁边的三脚锥也变成打人工具 你要我讲什么 我看到影片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我讲什么 你是要把他打三遍是不是 儿子被打在地上哀嚎 没想到两名男子还不罢休 离开前一人又捕踹一脚 还拿起三脚锥再打一下 刘新男子的妈妈咽不下这口气 在警局直接开骂 如果你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被打 你们会怎么样 跟我讲啊 当下听到的时候 我很想 很想出来 因为那时候是 警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是四点多 想到当时情形 妈妈泪水就停不下来 打人的两名男子 到警局说明 会这么气愤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这是什么原因要去打她 就有女朋友 为女朋友这样子 对 经过我同意 就乱叫我 嗯 乱叫我宝贝 不满女朋友被调戏 于性男子才找来 游性朋友一起逞凶斗狠 想要警告流性男子 三个人虽然最后在警局 上演大和解 只不过打了男子 最后还是被一伤害 毁损罪移送 年轻气盛毁掉自己的美好前程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另外来看看 这位国二的男同学 他真的很勇敢 也要说好危险哦 昨天中午呢 他跟两个弟弟 待在妈妈的车子里头 等妈妈买菜 没想到竟然有飞车 抢匪伸手进去 这个车窗里头 就抢走妈妈 放在驾驶座上的包包 国二的中小弟 他立刻下车追逐 紧紧抱着 骑在机车上的抢匪 就这样子被拖行了 50公尺之后 他成功地把抢匪扑倒了 国二的中小弟 带着才幼稚园大班 和十一个月大的弟弟 在车上等着 去买菜的妈妈回来 没想到来的不是妈妈 而是抢匪 中小弟想也没想 冲出去追贼 嫌犯把中小弟弟拖行 50公尺 脚都磨破了 嫌犯也因为重心不稳 最后连人带车摔倒 路人赶忙一同帮忙制服 而嫌犯抢走的包包里 其实没有钱 只有小弟弟的尿布 妈妈还是吓坏了 我是抱着他 说真的想谢谢他 保护我跟弟弟们 这个嫌犯身高168 有80公斤 那我们这个弟弟 跟他比起来就小了好几号 但是他还是使命追 一家人到了警局 得知抢匪身份 妈妈竟然惊觉 抢匪是他的小学同学 嫌犯强调只想偷包 不知道后座有人 更不知道抢到小学同学 还是被依法送办 记者苏尤雅南投报导 好 转换性情 我们来看这些画面 诺宅男说这是要逼死谁 她是韩国女星克拉拉 拥有天使脸孔魔鬼般的身材 最近被票选是全世界第二美 那么是前十名里头 唯一一位入访的亚洲女星 她最新系列的活辣照片 出炉咯 韩国性感女星克拉拉大方 展现好身材 替男性时尚杂志 拍摄全裸写真 凹脱有致的好身材 让人看了有够洞北调 非常想要做 所以才能努力 所以才能努力 结果给菜单快洗手 这么玩笑 我真听那些都会洗手 是抓紫 暴露白色小背心 展露深邃事业线 粉红色低胸 毛毛外套 女人味十足 克拉拉换上多套惹火服装 其中最抢眼的 就是这一套 来来来来 只用咖啡色皮草遮住 下半身几乎全裸 令人想鹿飞飞 性感度爆表 简直是想逼死宅男 拥有亮丽外形 脚好身材 克拉拉今年被 美国知名时尚杂志 Model选为2014年 世界最美女性 100名亚军 前十名中 她是唯一陆列的亚洲女星 亚洲第一美 果然名不虚传 融化人的可爱脸庞 绝对是寒冬里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国际用心 刘家轩编译 好 另外来看 这样的风景 真的是想都没有想过 我们的国军 骗了 过去国军 推出的阅历 都是战机坦克为主 但是来看看 今年尺度大开 最新出炉的 年度形象阅历 看不见冷冰冰的 杀人武器 通通改放的是 士官兵的生活照 来形容部队 生活的多样性 那么最性感的 泳装清凉照 还登上了阅历的封面 一块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国军吗 空姐的吗 还是什么高铁服务员的阅历 这是国军的阅历 国军的 别说民众不相信 就连军事记者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2015年 国军最新形象阅历 竟然出现好几张 泳装照 阅历中的泳装美女王杰如 其实还是个台大高材生 过去曾参加 国际游泳比赛夺冠 游泳本来就是平常重要的运动方式 不管气质美女 还是肌肉猛男 军方形象阅历 颠覆传统军人形象 跟你想象的国军 有没有落差 有落差 怎么说 平常感觉国军 是比较严肃一点吧 就是国军感觉 比较有距离的感觉 然后他这边阅历 感觉就是 就除了这些人像 不是假假的之外 感觉是真的有这个人 日本自卫队每年也会推出阅历 只不过都邀请女明星 穿上军服来代言 虽然备受关注 总少了这么一点点 以色列女兵这一系列性感照 当时跌破全世界军事迷的眼镜 因为以色列驻纽约使馆同意 时尚杂志跟女兵合作 拍摄性感照 结果正反评价两极 这次国军形象阅历 无论在尺度或内容上 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只不过今年形象阅历总共只印1000份 国防部还强调 只送不卖 记者总和报道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持续左定 我们1点11900晚间新闻的现场 我是邱清怡 现在是晚餐时间 我们要先提醒您 今天晚餐包括积压额 一定通通要煮到全熟 才能够确保安全 国内现在是禽流感疫情大爆发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H5N8禽流感病毒 农会防检局已经在今天下午证实了 纵检的24家禽类养殖场当中 嘉义大林养殖场已经确定 验出是台湾第一次看到的H5N8的病毒 那么另外云林也有养殖场验出 是新型的H5N2的病毒 等于是一次就验出了两种新病毒 现在这些养殖场必须全面的扑杀消毒 很担心疫情会再扩大 农委会11号下午证实出现两种新型禽流感病毒 加以肿额场跟验出H5N8病毒是台湾首次出现 截至10号全台四个县市都传出 额压大量死亡和产弹率下降 除了屏东养额数量全台之冠的云林县 就死了1万2千只额 加以有上万只额病死 10号又新增了台南一家养额场 这次禽流感死亡率最高达到9成 共有24家养殖场爆发疫情送检 现在验出H5N8病毒到底是如何传到台湾 是新的病毒在过去台湾是没有检出过的 那这个部分所以都有可能是由我们的候鸟 带来的或者是野鸟带来的 所以这里面防疫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我们水禽场的 这个围网防鸟的设施 目前新型禽流感病毒国际上 还没有传染给人的案例 不过什么时候会变异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爆发流行 民众最好远离禽鸟避免接触 不要自行宰杀 来路不明的禽鸟肉品也千万不要购买 另外禽流感病毒不耐热 禽肉或蛋一定要煮熟再吃 60度以上加热至少30分钟 就可以将病毒杀死 记者综合报道 好这个当然这个禽 为什么整个防疫网会破大洞一定要追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呢 整个目前的惨况 禽流感目前是种错了这个屏东的水禽产业 业者形容几乎是被灭场了 所有的这个情类赤死光光啊 那么现在疫情也扩大到了云嘉南 各个地方政府都成立了紧急的应变中心 几乎都变成了扑杀局 卫生局现在也在击查大午山的问题 鸡蛋 晾饭店 早餐店 已经都下架了 辛苦养的2000只鹅 只剩下一成不到 莫名生病 几乎全死光 这位戴红帽的业者 在万丹养鹅 已经损失约50万 利兵养鸭的也没好到哪里去 小鸭根本来不及长大就病死 业者血本无归 较苦连天 再加上年关将近 需求量大增 再不控制疫情 全家人都要喝西北风了 面对水行业者的无奈 地方政府积极动起来 国军弟兄全副武装 所见之处都得喷洒消毒药剂 防疫如同作战 范围得再扩大 屏东县3600个养殖场 都得在13号以前完成消毒防疫 云林嘉义台南 也纷纷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消毒防疫如火如荼 但全国一半的种额都在嘉义县 其中大林五个厂 占全县的95% 都是同一个诚信四主所拥有 现在确诊H5N8 就得全部扑杀 业者面临灭场危机 国内种额数量减少一半 事态严重 将是国内养额业的一大浩劫 屏东县府一边忙消毒扑杀 立头卫生局也派员到台糖亮饭店 松青汉早餐店鸡茶 大午山鸡蛋的下架情况 目前所有业者都主动配合 已经回收65盒鸡蛋 另外卫生局也到建国市场鸡茶肉品 要求摊商出示收据 或肉品采购证明 确认来源安全无余 眼看情流感 来势汹汹 中南部都已经沦陷 如何有效控制 中央地方得加快脚步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要告诉你 接下来你想吃到便宜的鹅肉 就是四个字 南上加南 因为这一次嘉义的种鹅 即将要大扑杀 数量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事实上这里头自行暴毙的死亡率 已经是高达了七成 首当其冲的就是非常出名的 嘉义民雄鹅肉一条街 油亮的鹅肉看起来肥美软嫩 周秋假期用餐人潮一波波接着来 店家忙着剁鹅肉都没空停下来 这里是嘉义民雄知名的鹅肉一条街 虽然爆发禽流感 但这里的生意几乎完全不受影响 美食当前消费者当然顾不了那么多 吃了再说 但现在嘉义种鹅确认感染H5N8 全国一半的种鹅都被扑杀 货源大减鹅肉就可能在短期内飙涨 量少价羊成本势必提高 现在一只额已经卖到900块 到时候店家赶不赶涨 消费者能不能接受还是个问题 万一疫情扩散压不住 未来在市场上 鹅肉和鸭蛋恐怕也缺货买不到 记者张秀荣嘉义仓博导 好的 来看宛如这个电影情节 警匪追逐站的画面 没想到真实在这个树林街头上演 当时警方是看到这一台车行机很可疑 上前盘查 没想到两个人提供的都是假资料 警方正准备把他们带回的时候 警嫌犯开始心虚想逃 还加速冲撞 警方就沿路追气 那么其中这个新北市保安大队 副中队长真的很省勇 他不顾危险 跳进嫌犯的车子里头 关上车门 沿路还撞到了八台车 最后他是拔走了车钥匙 顺利带到人 远警匆匆跑上车 准备开车追捕冲撞零检点的车辆 并且透过无线电呼叫 小照车就这样冲进旗楼 动弹不得 时间回到18前10分钟 起因于这部车辆行机可疑 遭到盘查 副驾驶座的女嫌犯拿出照片模糊的 健保卡谎报身份 还推说自己装前装后差很大 甚至还 硬掰的理由就连远警也听不下去 眼看远警坚持要将他们带回对上盘查 两名嫌犯竟然加速冲撞 现场带队官奋不顾身攀爬 在副驾驶座企图阻止 还被女嫌犯出脚猛踹 沿路上冲撞八辆汽机车 直到车辆冲撞骑楼 才将两人上告逮捕 两个人坐在地上 男子还抱抱女嫌犯给予安慰 警方查出两人都是毒品通缉犯 还在车上找出毒品 吸食器以及三万多元的账款 原赃据获之下 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 以送罚办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身手高超 而且长官就在旁边 苗栗发生了这起银楼抢案 抢匪是一名破炮兵 他因为这机器人的十几万的卡债 休假的时候竟然就跑到银楼 抢了两条金项链 老板大声求救 刚好就这么一位陆军特战士官路过 尽有为 使出了部队的勤拿术 当场把阿兵哥制服了 休假的阿兵哥带着帽子到银楼 洋装买金项链 还可以装越南口音 说帮朋友购买的 不断跟老板娘杀架 想不到就在拿起两条金项链观看时 突然抓起价值十三万的金项链 夺门而出 老板和老板娘冲出店外追赶 但怎么样都追不到 那个鞋半跑那么快 沿路一直撞 有一个年轻人就看到我 说先生先生你在干嘛 你在追 他是小偷吗 要不然你追他 他跑那么快 危急时刻 向而民陆军特种作战指挥官的士兵 刚好路过 尽有为 上前追赶 狂跑500公尺 最后使出勤拿术的绝招 将抢匪压制在地 追了大概三条街之后 我从他的鞋前方切过去 然后用脚绊倒他 然后制服在地板上 证明坚有为的士官 因为每天跑13公里 体能好又学了特战绝技 伸手矫健 170公分 成功制服180公分的阿兵哥 将抢匪压进派出所 我真的制服上他 刚好遇到他 坚毅有为 银楼老板满心感谢送上红包 而证明阿兵哥抢匪 因为急欠十几万元的卡债 脑筋冻到银楼上 财收价还没返家就成了阶下球 记得彭光许苗栗报道 来看这伸手艺很霹雳 是我们的市长柯P 这个柯P呢 这次又要开刀了 因为他相信了钱 应该花在刀口上 今天假日他继续嗡嗡嗡 人来到的是领口市大运 选手村来视察 一听到这个数字 选手村竟然只要用12天 花了26亿 用完之后没有交接方案 也就是用完之后就要拆了 让精打细算的柯P真的活大 你先上车 不用了不要走 市长选手村恩柯文哲 来不及搭车 直接下车快步走 带着市长市主任蔡壁如 5分钟走到下个点 不时摸摸下巴 骚骚头 心里有了底 一回到简报室 拿起红外线笔 劈头就针对经费 大有意见 为了在比赛进行当中 那12天 要用掉的26亿 这个我们在里面就相当激烈讨论 那之后呢 这些东西要如何折就要如何移转 那今天都没有 在过去都没有很清楚的讨论 前梅花在刀口上 柯文哲当然动怒 尤其选手村在办完事大运后 直接交接给新北市府当国宅使用 柯文哲还要找营件署 坐下来谈 后续交接 柯文哲的愤怒直言 却让网民大大赞赏 也有网民直接批评 世大运选手村前市长郝龙斌等于借用国宅基金帮忙 整个世大运总共花了300多亿元 却只能创造100亿元收益 其实国外大型运动赛事 选手村也不一定能够全部保全 现在台北市希望能够尊杰使用 如何两全其美 相关局处恐怕海贼 伤脑筋 记者送后报道 好 这18年的公车专用到拆了 那么这是户了 8个月的数 现在也确定不挖了 这是郝市长任内 为了2017年世大运 要来书站员群 所挖的一个地下道路 所以要挖出大巨蛋旁边的这些树 那么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户树团体 是经过了8个月的漫长抗争 没想到柯P今天说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他说不拆了 那交通问题怎么办呢 他说交通局会好好规划 八个月以来 户树团体多次激烈抗争 仅仅抱住大树 就怕市府为了世大运挖走路数 没想到柯文哲一句话解决问题 大巨蛋地下道不要了 能够不签数就不要签数 能够不要盖地下道就不要盖嘛 这个也是减少一些跟互数团体的增值嘛 那长期要怎么整个大巨蛋 怎么交通怎么疏散 我还是要求交通局 还是要一个详细的规划 相较于先前市政府强硬态度 现在柯市长下令 钟孝东的后面这一整排路数 统统都要保留 原来2017年是大运要盖地下通道 方便疏散人群 根据开挖区域看来 钟孝东路四段靠近国父纪内馆 一整排19棵路数 以及两侧的18棵树 总共37棵 本来通通都要挖出 不过地下通道涉及合约问题 大巨蛋筹备处也表示 地下道早在民国80年就已经预留 状况用和钟孝系路公车专用道一样 坐而不用 但这种长期空置的设计 遇到柯文哲 恐怕都得通通喊咖 记者王家杰 戴湘怡 台北报道 来看看这是隔山关虎斗吗 我们看到最近的朱立伦跟赖清德 是不断地唇枪舌战 那么对于被指为黑金挂钩 朱立伦今天是继续回级 他说民进党不要再抹黑了 而同样是蓝营2016热门人选无尊 所以今天的反应是一切依法处理 朱立伦 证件会开拔到后山花莲 朱立伦依旧人气超高 对准在野党的炮火也越来越凶猛 11月29号之后 看到民进党 以胜利者之居 洋洋得意 甚至以为台湾冲死 只剩一个政党 同批对手太骄傲 连日来朱立伦和赖清德为了台南议长选举唇枪舌战 更是嗅到卡位接班的味道 我想这个已经不需要多说了 只要地方的人士或很多民进党内派系的人士都很清楚 我们不去介入民进党的所有的内部的派系斗争 但是请不要迁怒 不要因此而来恶意的攻击或造谣猛黑 左打蔡英文右批赖清德 朱立伦展现共主之姿 挑战绿营明日之心 但同样对2016有兴趣的吴敦毅迟迟没表态 倒是努力轻走基层 副总统他不但是这个有能力有破力 副总统他还有意气更有霸气 所以呢副总统是非常值得我们信赖的政治人物 主持人大夸特夸吴敦毅开心喜上眉梢 但就是不见他声援朱立伦也 反贪反汇选是我们国家社会最高的核心价值 但是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有那就要依法处理嘛 没有就要还他公道 对照朱赖火力全开 吴敦毅隔岸关虎斗不卷入战局 或许是免于提早被折损的最好方法 记得台北花莲综合报道 好来这名叫立委段宜康爆料 台南市议长李全教被募集 他8号从香港搭船到深圳 传出去是中国乔事情 甚至外传这个汇选里头有中资 所以就质疑中国行很可能是串供 或者是湮灭证据 李全教回台之后今天回应了 他坦诚他去了大陆 但他说这是私人行程 不做回应 汇选宜云盛销城上 这时还遭立委爆料赴中国 疑似串供或湮灭证据 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已经回台了 假日出现在议会办公室 首度对外公开说明 过去六年我是一届老百姓 那我要养家活口 那我本来就是机电工程师 十几年前 我在中国大陆就有设立电子厂 所以几乎每个月都必须要在中国大陆 把处理公司的事物 坦言确实从香港搭船赴山寸 在那有生意到中国没什么好意外 只是这一回见了谁 谈了什么事 他以私人行程为由 不做回应 至于立委指控 有中国金钱溢注 更传出钱黑道精神领袖介入 李全教部排除提告 段一康放弃言论免责权 我马上告他 李全教指指立委 段一康诽谤 要他有气魄 放弃言论免责权 铁定马上提告 而针对市长赖清德 会选案怡云 还没厘清前不进议会 李全教批这只是鹰鹉胆 打压我来成就他个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对的 那他这样初选 比较威胁到蔡主席 我觉得蔡英文要注意了 有没有派你的基要黄仙柱 在议长选前进行会选的事 也请他回应一下 提醒蔡英文 小心2016别栽在赖神手上 李全教右边喊话 绿营推荐的议长候选人 赖美会社会 要赖清德别视而不见 直辖市长杠上议会的战争 似乎才刚拉开序幕 记者刘远发台南报道 好另外来看看歌手 谢和弦又惹争议了 他去年12月密集安排了 35场的校园演唱会 而且是非常高调的 说要提倡性教育 他在现场呢 是不断地带着全场学生高喊 性爱是一种享受 不是罪过 甚至还送了签名保险套 问题是他演唱会的现场 都是这个高中职的学校 大家都不满18岁 同学会怎么想呢 现在家长团体也联名抗业 要好听到你们的 全往上 谢和弦来到高中校园开唱 脱掉上衣要大家一起跟着他喊 现场情绪害翻天 但怎么内容听起来怪怪的 性爱是享受 不是罪过 你请我愿 不要强迫 OK 来咯 一 二 三 你们说 性爱是享受 不是罪过 你请我愿 不要强迫 你没有听错 不管到哪间学校 谢和弦大胆提倡性教育 观念解放 但问题场合是在高中职 台下不少学生未满18岁 也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其中更有民间团体 痛批谢和弦行为不当 不排除联合家长 一起站出来抗议 谢和弦到了学校当中 他去宣导的是说 鼓励他们性爱 鼓励他们享受 鼓励他们觉得这是你情我愿 在这样一个情感教育 已经这么缺乏的情况下 还去推行 所谓这样子的性教育 我们认为说 这样不是一个 很妥当的性教育的方式 歌手前进校园 和学生歌迷 拉近距离 原本是美式一桩 没想到因为前卫的言论 引起部分人士强烈反弹 恐怕是当初始料未及 记者林中勋 梁洪志 采访报道 好 今天是一位新闻 女性票引以为鉴了 真的不要被别人灌碎了 嘉义这名餐厅女主管 她跟认识 才两个月的网友 到吊虾场喝酒 那么当时她已经觉得 喝猫了想离开 没想到对方呛说 你走可以 但是要用八万块 买下一瓶高粱酒 女主管无奈留下之后 被强灌了 半瓶的高粱酒 接着被带回住处 隔天竟然猝死 警方怀疑这名男子 是预谋想捡失性侵 没想到变成诚实在床上 在餐厅任职的女主管 九浩瀚认识两个月的男网友 到这间吊虾场喝酒 却没想到女主管喝醉酒 想离开 却被对方呛虾 想走可以 得用八万块 买下这瓶高粱酒 结果就被迫留下 强断半瓶高粱酒 女主管透过网路认识 这名没有工作的夜戏男子 但是男子却没办法 对于当天晚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做出解释 反而劝着女主管 酒醉不省人事 把人带回自己住处 却在隔一天 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警方通知女主管的前夫 赶到警局 却发现男子在检警 还没相宴前 就急着交代葬仪社人员 处理后事 怀疑女主管死因不单纯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张俊荣 嘉义报道 好 另外来看到 这个一个人开车的女性驾驶人 也要特别小心这样的犯案手法 高雄这名才刚刚 假释不到半年的男子 竟然不思悔改 还专门锁定女驾驶来犯案 趁备害人刚刚上车 车窗没有关 或者是起步前中控锁 还没有自动上锁的空档 直接伸手 或者是打开车门行抢 而且每次犯案 都会变装好几次 戴然色安全帽的骑士 快速骑车落跑 接着巷口这一台货车 突然晃了一下 不久一名女子慌张大叫 说她的包包被抢了 她才刚上车 男子就突然从副驾驶座闯进 瞬间抢走包包 翻案过程相当快速 遭人抢夺女驾驶 惊慌失措 才不小心追撞前面 这一台货车 而警方透过这一段 行车记录器画面发现 嫌犯非常狡猾 因为他每犯一件案子 就变装好几次 拆了车牌又犯案 而下手目标全都是找落单的 女驾驶 女子上车之后 车辆发动 尚未起步前 那中控锁尚未上锁 那因为女孩子 多半会将她们的皮包物件 放置于驾驶座旁的乘客座 警方分析好几个监视器画面之后 追查到夜姓主嫌 去年7月他才刚假释出雨 38岁的他 远景找上门时 搜到了好几个被害女子的包包 而嫌犯的父亲也在旁边喊话 不断责备儿子 他最后才坦诚 犯下三起抢案 以及三起窃盗案 让父亲好心痛 记者高雄组合报道 这么做父母亲也会很心痛 这些小屁还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就因为女朋友被调戏 那么这名嫌犯竟然就纠中 到这个加油站来打人 甚至还拿这个三脚锥猛杀 那么第一时间被带回警察局时 这个年轻人还说 谁叫他要亏我的女朋友 但是最后竟然来个戏剧性的大和解 6号凌晨三点多 戴口罩两名男子 把加油站员工 刘姓男子拉出收银柜台 接着一阵猛打 连旁边的三脚锥也变成打人工具 儿子被打在地上哀嚎 没想到两名男子还不罢休 离开前一人又捕踹一脚 还拿起三脚锥再打一下 刘姓男子的妈妈咽不下这口气 在警局直接开骂 想到当时情形 妈妈泪水就停不下来 打人的两名男子到警局说明 会这么气愤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不满女朋友被调戏 余姓男子才找来 游姓朋友一起逞胸逗狠 想要警告刘姓男子 三个人虽然最后在警局上演大和解 只不过打了男子 最后还是被一伤害毁损罪移送 年轻气盛毁掉自己的 美好前程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看这些女生 到底是过得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是日本最近窜红的偶像团体 假面女子 凭着怪招爆红 现在也爆出了很多的性丑闻 多名成员向杂志爆料 他们被曾经担任牛郎的 经纪公司社长强迫赔税 还逼他们要在电视节目里头装球 甚至有一名成员去年离奇死亡 可能也跟性丑闻脱不了关系 戴上恐怖电影中的杰森面具 造型搞怪 日本近期崛起的偶像团体 假面女子 新单曲原器种 首座登上公信榜夺冠 却爆出有成员指控 经纪公司社长池田振留 强迫成员发生性关系 团员除了要赔税自家老板 还得被迫提供业界高层性招待 此外上节目得要捏造事实 四处装球 博取粉丝同情 冲高销售量 根据东京体育报报导 去年九月经传死讯的成员 岳公凯伦 恐怕也是受害者 但与此同时 37岁的池田振留 就被翻旧账 社长池田振留 被人踢爆 16岁起 在大阪当牛郎 20岁开牛郎店 据说曾组牛郎团 出道闯歌坛 还找前AV女优 泛导爱 为单曲填词 才刚窜红的假面女子 在多重丑闻影响下 决定必封头 连原本要参加的 电视台节目 也全部被迫取消 却已经让日本演艺圈 性丑闻再添一桩 胡同心 柳家轩编译 好 真实世界太黑暗了 我们下来看看 这个疗愈系的卡通吧 这是去年底上映 非常受欢迎的 新动画片 大英雄天团 那么在台湾 才上映一个礼拜 一局打破了 冰雪奇缘的票房 成了全台2015 第一周的票房冠军 一个白色的大个子 他叫做杯面 是动画片 大英雄天团里的 卡通人物 小小的头上 只有两个黑眼睛 看上去呆呆的模样 可是超受到观众们喜爱 他的造型很胖 然后很疗愈 的 很可爱 就感觉杯面很可爱 有心灵的疗愈 在电影中 灵魂人物杯面 全心全意 照顾病人的坚持 还有他那天然呆萌的演出 打动不少观众的心 现在已经成为 新一代的疗愈系英雄 上映首周 全台票房 就冲破5900万 甚至还超越了 同制作团队的经典作品 冰雪奇缘 2013年上映的 迪士尼动画 冰雪奇缘 在全球掀起热潮 而当年爆红的 玩具总动员3 也是超火的动画片 但这回全都被 超模的杯面 给打败了 让这部大英雄天团 荣登全台影史 动画片票房第二名 还一举夺下 2015年首周全台票房冠军 成为最受欢迎的 动画英雄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电影公司 真的非常擅长 这个情境行销 我们来看到 刚才很多观众朋友 说杯面真的好可爱 那么一擅长的时候 又看到周边商品 一大堆的杯面 粉丝们真的心动 也心动了 这是东北 没关系 电影擅长年轻人 小朋友 急急急 碗头钻洞 就是要挤到最前面 看杯面 图画纸 铅笔和小朋友 叽叽呱呱 要爸妈掏荷包 电影主角杯面 胖胖的 很疗愈 看起来蛮好吃的 看起来蛮好吃 因为胖胖的 对 所以你刚刚最喜欢 那个公仔 有点像馒头 很好吃 周边商品 推出销两一天 单位营业额破5万 尤其这款小夜灯 插上行动电源 就会亮 遥控器还能控制闪烁度 就像杯面在呼吸 有效助眠 吸引年轻族群下手 另外发热的眼罩 戴上眼睛 热服按摩 超受女性欢迎 我比较功能性取向 我觉得说 它本身是一个 可以温热的眼罩 行动电源也要杯面 屁屁推开 杯面变身USB 穿上钢弹盔甲装 疗愈杯面变身 战斗杯面 光是这一支 有钱想买也买不到 这有些关于3C的 像行动电源 USB之类的 一个还蛮大自于公仔 那个话就是在开卖的前几天就已经缺货 然后现在目前都已经还叫不到货 来到展场也一样 主题区大家抢着和杯面拍照 甚至学起杯面嘟嘴 商品区杯面娃 手插进去变成暖暖小抱枕 小女生抓一只 姚妈妈 赶快买单 刚才也来抢杯面 看来杯面超萌 天然呆的造型 爆发力真的无上限 记得林毅杰讲一次特别报道 好 再看到这一次很可爱 而且有洋葱 这是韩国人气青子综艺节目 爸爸我们去哪里呢 即将播出最后一集毕业旅行 那即便已经当爸了 看到毕业 想起第一次一块旅行时的开心跟心酸 还是忍不住在镜头前落泪 韩国综艺节目 爸爸我们去哪里 内容温馨感人 在韩国拥有超高人气 现在即将完结 接下来要登场的最后一次毕业旅行内容 在日前播出预告中 更是内有洋葱 大叔全哭成一团 爸爸们因为想起过去 和孩子一起旅行时的点点滴滴 在镜头前补尽落泪 可爱小朋友超级无厘头 文型互动 创下节目收视夹击 也让人反思亲子互动关系 接下来接挡爸爸我们去哪里的新综艺节目 Animals会以和宠物情感交流为主题 公开明星与宠物的生活趣事 25号将在韩国首播 国际中心刘家轩编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观众朋友先为您差不多最新消息 目前全台湾这个禽流感疫情大爆发 特别是在台湾云林嘉乙屏东的养额厂 已经确认爆发的是新型的H5N2亚型 以及第四在台湾出现的H5N8亚型 高病原的这个禽流感病毒 那么我们会非常简直为了加强疫情的控管 今天下午呢是召集了这个专家开会 研西这个检验的结果 而且研商拟定强化防疫策略 目前各个县市已经确定之后 要同步展开相关的防疫行动 包括了全国的水情屠宰场 从明天开始会停止屠宰两天 是从这个14号的中午12点 到14号的中午12点钟为止 而且有八项的重大措施 稍后我们再一一为您报道 那么另外大家让大家非常紧张的 就是H5N8这样的禽流感病毒 在全世界大流行 那么这是台湾首件 过去看到都是H5N2 对鸡脂传染病情 那么这一回的H5N8 它对所有的水情类 包括鸡鸭额通通都有杀伤力 那么过去看到在日本 韩国 德国 荷兰 英国 美国都接连爆发了疫情 那么各国也是大量的扑杀鸡鸭额 造成国内的农民人形黄黄 H1N8起流感去年11月席卷 德国接着传染英国 荷兰甚至意大利 大量鸡脂压制鹅群 遭到防疫人员扑杀 试图控制疫情 但依旧重创欧洲加勤业 而其实这项病毒从2013年底 就在中国开始传染 最早是在中国2013年的时候 在浙江的时候分离到这个病毒 然后2014的一月份 在韩国发生了很多水情感染 然后4月的时候传到日本 传染途径可能靠着候鸟 或是来往中国的人群当媒介 让家禽大量死亡 产弹量下降 这些都是目前和台湾家禽厂 出现的特征吻合 让专家担心H5N8 碰上台湾原先有的H5N2 恐怕病种交叉容易产生基因上的蓄力改变 后果不堪设想 台湾出现的激励很高 因为台湾有的H5N2是只有感染机 但是现在发现的我们的水情 跟有产弹力下降 还有死亡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是有不同的病毒来感染我们的情内 德国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一个基因的分析 也认为这个H5N8呢 是一种不同的一个病毒 是非常感染人的激励很高 这次H5N8病种由H11N9配上H4N2 以及原本的H5N8三个病种突变而成 新形态的H5N8真的染上 所有家禽都要扑杀 免得病种再变 恐怕出现禽传人的状况 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林毅姐讲的是台北报道 好 鸭有问题 我马上带你来看现场最新情况 天气冷 姜母鸭也大热卖 今天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马上把时间就给我们的记者美轩 美轩晚安 好 直播各位观众 晚上用餐时间 现在我们来到在内湖很知名的姜母鸭店 可以看到呢 在店里面人潮满满满 大家都在吃这个暖乎乎的姜母鸭 但其实今天在台湾爆发了 全台首舰的H5N8的一个起流感疫情 还包括了H5N2 也是新型的起流感 其实在这个鸡鸭额都有可能会遭到感染 但是这样子的疫情爆发出来之后 民众对于吃鸭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我们来听民众最新说法 应该煮熟应该是还好 对 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感觉 对 觉得不会太大影响 对 目前应该是还好 对 可是大家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心灵上 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吧 可能吧 对 那我们自己是没想到这个问题 对 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 其实不会太担心 不会啦 还是肇事不误 没错 没错 好吃就好 其实刚刚我们问到大部分的民众 还是觉得说 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还是有少部分的民众说 这起流感疫情爆发出来之后 对于吃鸭或是耳朵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担心 但骑士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 起流感疫情爆发出来之后 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恐慌 因为骑士鸡 鸭 鹅 只要是在喷煮过后之后 食用上面都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的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美萱 所以提醒您一定要吃全熟的 另外来看看这个画面 实在是太惊险可怕了 发生在台中的大甲 这名骑士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 连人带车摔落在地上 就差这一秒钟 恐怕会被灭爆头 行车记录器拍下 机车骑士快速过弯 悲剧差点发生了 目击者看得尖叫 幸好男骑士还能站起来起身 走了几步才回过神来 突然腿软弯腰喘气 再看一次 他死神擦身而过 失控打滑瞬间 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翻滚一圈 不到一秒的时间 差点被轿车碾过头部 相当惊险 幸好对象轿车驾驶反应够快 立刻往右闪 不然骑士就成了 轮下亡魂 可以说是零距离 如果是大车或者刹车有没有 可能就直接连过去了 发行在那个道路上 这样子一直拐拐拐拐过去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这个弯道实在是太恐怖了 事发在大甲这条振兴路 将近90度的大转弯 居民表示经常发生车祸 骑士鬼门关前走一遭 时候擦伤送衣 而网友看了画面 大骂骑士太不应该 过弯速度太快 不仅危害自己性命 也差点让汽车驾驶背上过失致死的罪名 这有杨挤战界台中报道 柯碧说了 希望局处首长有独立作战的空间 马上来看官船局 正副局长就真的发挥战力了 局长简余燕跟副局长邱鹏星 他们是亲自领军 稷查台北市违法的日租套房 那么邱鹏星是上当场 这个爬上又爬下 跟安检一块来这个检查 业者一度还不知道 正副局长已经来 好不容易才把铁门打开 走进地下室 穿皮衣的是官船局副局长邱鹏星 亲自爬上铁马检查 打开门后 后面跟上的是官船局长简余燕 正副局长亲自领军 稷查日租套房 尽管地下室重新装潢 看起来干净又整齐 打出便宜低价 吸引外国游客 却疑似没有执照 游走法律边缘 消防通道警民连线 通通没有过关 你配了日租套房查几次 我是目前是第一次 你呢 几次 你说什么问题 就来 来这边两三次吧 就是这样六人的套房 这样多吗 因为我们之前来 他里面很多都还没见 监月刚上任 但问话还看得出 其日议员问证风格 亲自督军西门町日足套房 局长现身 警方赶快配合到场 甚至当面质问员工 要求业者出面 你要我找你 我怎么能找你呢 我其实不好心情 这是你啊 我有点啊 对啊 可是你出来 帮他房就不贵啊 科市长要局处 能独立作战 官传局机查 局长领军带队出征 一连跑了两个地点 日租套房负责人 还一度正不出 是正副局长驾到 看来亲力亲为 已经成为台北市 首长们的基本配备 记者张将领 文轩台北采访不到 好 再来看到新北市政府 恐怕也要发挥战力 全台湾各地都有 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 武德殿 但是来看到新北市 大关街上的 这个武德殿 现在看起来 已经沦为是废墟 甚至是堆满垃圾 完全看不出来 它是古迹 这栋破败的红砖平房 就是位于新北市的 新庄区武德殿 走近一看才发现 真的是连门都没有 建筑物内塞满垃圾杂物 入口处被摆了一个大床垫 没人相信这居然是个古迹 其实全台有不少武德殿 桃园 大西 南投 台南 都有武德殿 虽然都是日据时代 留下来的建筑 但武德殿造型 深具文化意义 各地方政府莫不努力保存 高雄市府更是把武德殿的精神 发扬光大 不仅可以练武健身 高雄齐山武德殿内 更是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眼看新北市武德殿烂得不像话 建筑本体被破坏 四周更是脏乱不堪 正门还被铁皮封住 位于新庄都根区 似乎被刻意冷落 想修复恐怕难上加难 新北市武德殿 1928年就新建完成 虽然不是说老房子就是古迹 但看看其他县市的武德殿 新北市政府在积极都根的同时 对这栋老房子 是该有个完善的配套措施 不然任凭破败 恐怕难免让人怀疑 是变相的要让都根建商 有更多的土地利用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一道美味 带你来看到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烧饼油条 但是这一家店很不一样 新庄的这间老店 已经开店超过70年了 那么这个烧饼呢 据说呢 吃起来是非常的这个香 那么油条是外酥内Q 再来一碗花生汤 这个道地的古早味 那你来看看这个 银藏版的巷弄美食 一大早就大排场了 金黄色油条在油锅滋滋滋作响 外层炸得酥脆 一口咬下口感超蓬松Q软 另一头早餐店人员正拍打面团 赶至饼皮送进烤箱 不一会儿现烤烧饼出炉咯 来了东西来了 烧饼油条一外带就是好几代 早上六点一到门口 人龙排了一长条 人潮挤得满满满 位在新庄的这家烧饼油条早餐店 一卖就是超过七十个年头 隐藏在巷弄之中 是老饕的隐藏版美食 非常的Q软 吃起来口感就是很不错 吃油条烧饼当然不可错过 配上一碗花生汤 花生煮得绵绵蜜蜜 烫头浓稠 油条沾着花生汤 吃起来更对味 它的花生很香 然后吃起来就是 花生的味道很浓烈 然后花生也很细 不只烧饼油条 就连平常早餐店少见的 传统点心双胞胎 麻花卷 这里通通有 周秋假期 把握回暖好天气 来份古早味早餐 享受绝配好滋味 记者林玲 克黄铭台北报道 看完这个老店美食之后 在电影来看到 这是新的拉面 夜者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武士刀拉面 烘烤350克的猪五花 配上拉面 一出场就霸气十足 走进店里白满武士刀装饰 画报浓浓和风 还有着乌皮香气 五花肉块放在铁网上 烤得滋滋作响 逼出油脂 放在煮好的拉面旁边 一出场就霸气十足 蒸过大约两个半小时 那再进行我们的特制 蜜制的酱油 去做浸泡 约两个小时 那在现场作业的话 也是经过乳过之后 才会再进行烤的部分 特选温体 煮五花 先蒸再烤 做工繁复 肉块厚实 像即日本武士刀 所以取名一本 他的肉呢 竟然是比我的手臂还要粗哦 而他一天呢 限量是20碗 晚来就吃不到了 用餐时间 小店挤满人潮大口 吃肉喝汤 武士潇洒精神 贯彻在这碗拉面里 还有这一家也是标榜 一定让你吃到饱 一边是丼饭 一边是拉面 两个愿望 一次满足 只要200块有找 更重要的是 有故乡的味道 日本的店铺 吃的感觉 同样的味道 我的妈妈 是西比尖的 猪排饭跟拉面 都是属于日本的 所谓平民美食 那我们希望能够 一次提供给客人 这样的一个服务 价格实惠 道具不马虎 双拼饭碗 用的是日本天幕烧 兼具保温美观 业者不时推陈初心 在竞争激烈的拉面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 接着张士德 苏丁荣 台北报道 好 看这也是竞争 非常激烈 这是TLPGA 日历慈善杯 女子高球赛 今天是在低温中 进行最中回 世界排名 第27名的泰国好手 波南農 他抓下了三只 Birdy 吞下了三只 Boogie 叫出了72桿的好成绩 拿到奖杯和250万台币奖金 泰国好手波南農 挑战TLPGA完成三连霸 五年内四度夺冠 脸上难掩 起滋滋 我玩这里 我觉得是我的家庭 我玩这里很舒服 我玩这里 大家都很友善 很高兴 很高兴 最后一回合 抓下三只Birdy 吞下三只Birdy 搅出72桿 总计三天 低于标准桿两桿 214桿 完成赛事三连霸 至于台湾球员 卢小记 陈梦竹 虽然无缘把冠军 留在台湾 但是以217桿 并列第二名 替台湾珍光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再次提醒您呢 最近真的少接触禽类 而且晚餐制的 一定要吃全熟的 因为国内 这个目前禽流感 疫情大爆发 第一次出现了 H5N8禽流感的病毒 农委会防检局 今天下午已经证实了 送检的24家的 禽类养殖场里头 加一大龄的养殖场 确定验出了 台湾第一次看到的 H5N8的病毒 那么云林的养殖场 也验出了新型的 H5N2的病毒 等于是一次就验出了 两种的新病毒 农委会11号下午证实 出现两种新型禽流感病毒 加一种儿肠 跟验出H5N8病毒 是台湾首次出现 案例场一确诊了以后 就是扑杀清场 这个鹅场的部分 总共会有扑杀8500多只 那么鸭的部分 大概将近7000只 这是今天我们会处置的部分 截至10号 全台四个县市都传出 鹅压大量死亡 和产弹率下降 除了屏东 养额数量全台之冠的 云林县 就死了1万2000只鹅 加一也有上万只 鹅病死 10号又新增了 台南一家养额场 这次禽流感死亡率 最高达到9成 共有24家养殖厂 爆发疫情送检 现在验出H5N8病毒 到底是如何传到台湾 新的病毒 在过去台湾 是没有检出过的 那这个部分 所以都有可能 是由我们的候鸟 带来的 或者是野鸟带来的 所以这里面防疫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 我们水晶厂的 这个围网防鸟的设施 目前新型禽流感病毒 国际上还没有传染 给人的案例 不过什么时候会变异 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爆发流行 民众最好远离 禽鸟避免接触 不要自行宰杀 来路不明的禽鸟肉品 也千万不要购买 另外禽流感病毒不耐热 禽肉或蛋 一定要煮熟再吃 60度以上 加热至少30分钟 就可以将病毒杀死 记者综合报道 不止禽流感疫情 拉警报 人流感也发烧 目前全台湾的流感 进入了流行期 预计呢 月底就会攀上高峰期 而比流感更可怕的是 腺病毒 现在病患已经增加了 两到三成 感染的患者会发烧 长达六天 比流感更久 提醒您 如果有高烧不退的情况 一定要赶快就医 头痛好几天 喉咙也痛 头痛咳嗽不舒服 最近你身边 是不是很多人都感冒了 目前国内进入流感 流行期 病例已经增加 一到两成 预计一月底还会攀高 进入高峰期 但机关署监测发现 比流感病例更多的 其实是腺病毒病患 病例已经增加了 两到三成 两个病状比一比 一般流感会有发烧 头痛 流鼻水 肌肉酸痛的症状 而腺病毒初期 则是会有咽喉 扁条腺疼痛 发烧天数来讲 流感约三天 但腺病毒可能会烧到六天 若有高烧不退的症状 就要赶快就医 如果是免疫力比较差的 或者年纪比较小 或者年纪比较大的 它可能症状就会很明显 只要有发烧 都有传染力 天气冷 感冒人数开始增加 不管是流感 还是腺病毒 传染途径都是飞沫 和接触感染 提醒大家 外出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才能杜绝病毒入侵 记者综合报道 好明天要上班了 天气情况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气象主播 应同 应同晚安 幸运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记得带您关心 这一节的气象 今天总算感觉到 有稍微回暖一点点 只不过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明天上半日的 天气状况会是怎么样 赶紧带您一块来关心 首先我们透过 这张地面天气图 你可以看到 从明天开始受到另一波 东北季风的影响 台湾附近 水气增多了 包括东半部 还有北部地区 降雨的几率会提高很多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云量偏多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 礼拜一到礼拜二 各地白天的高温 又会稍稍下降 一到两度 到礼拜三 水气才会减少 温度才会逐渐回升 不过下礼拜天气状况 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天气形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一周天气图 你可以看到 七月三 温度回升之后 礼拜四 礼拜五 各地份 大部分都是 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高温大概也会回升到 一到两度 不过啊 到周末开始 受到另一波 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气温又要明显转凉了 所以下礼拜天气温呢 还是稍微不稳定的 提醒您要锁定我们的气象 记得您关心 明天各地的温度改况 北部气温14到21度 降雨之率30% 中部气温略高一点 是14到23度 大部分都是 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南部地区 观众朋友特别注意了 温差比较大 是16到25度之间 东部位主营封面 宜兰降雨之率 高达60% 外岛马祖金门 澎湖温度是12到20度之间 最高降雨之率在金门 是50% 总而言之呢 其实呢 今天各地的冷气团都减弱 温度虽然回升了 不过未来几天 天气又有变化 提醒您别忘了 要把雨聚随身期待 接下来把时间 快给谱内 好 谢谢应同 那今天要提醒您呢 如果想要加持油的话 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明天凌晨 临时开始中油 又要调降 气柴油的价格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价格呢 每一公升的汽油价格 是再调降1.2元 那么各式柴油的价格 每一公升是再降1.4元 目前国内油价 已经创下6年来的 新低纪录了 好 今天就带你来看到 现在美国纽约 依旧是大雪纷飞 而且特别是北极的 寒流来袭 连尼加拉河都结冰了 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邱沁 拜拜